Hello 歡迎回到 Jelly Jelly Channel 今天我們來到柏林 介紹一下主要這裡的景點 第一站來到東邊畫廊 East Side Gallery 就是整個柏林 保存得最完整的一段柏林 Wall 之後在1990年 拆了柏林 Wall 就保存了這一段超過一公里的柏林圍牆 21個國家百多個藝人來這裡 畫這個柏林 Wall 跟大家一起一路走一路看 這個最有名的就一定要拍 旁邊有些QR Code 如果想知道歷史背景 就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去看 我很喜歡這個 摩斯科也是有牆 中國有Great Wall Everywhere就是 Everywhere是什麼呢? 它都有牆 但有一棵植物 柏林就是柏林 Wall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 在這裡看看拍攏圍牆有多高 摸一下牆 看看牆有多厚 就知道 可以幻想到當時 對於這裏人民的影響 這個城市直接遭到一分為二 大家過著不同的生活 真的來到才能感受到 在剛才那裏 East Side Gallery 走大概四五個小時 就會來到這個粉紅色 紅紅色的建築 就是這個 Alexa 即是Alexander Platz 就是一個大廣場 如果大家想買東西 逛逛逛逛逛逛 就適合了 我們去到的就是 商場對面的一個 一個柏林電視塔 這一棟就是368米高的一個 電視塔 它上面有一個 除了有一個 觀景平台 整個柏林之外 也有一間旋轉餐廳 就可以坐在那裏 一路路路路路路路 你知香港之前都有旋轉餐廳 就可以看到全景了 歡迎來到柏林一定要來的景點 就是這個Brandenburg Tour 就是布蘭登堡橋 布蘭登堡門 它在1796年建成 都是象徵一個勝利海船歸來的意義 其實它參加2.0 其實1.0就是有一個同名的Brandenburg Tour 在Potsdam 就是一個以前皇室住的地方 皇宮的地方 關於Potsdam的介紹 上一條片有介紹過 現在想知道多點它的歷史 可以看上一條片 這個就是2.0版本 所以就漂亮一點 大一點 華麗一點 現在就成為了整個城市的地標 是嗎? 如果大家來柏林玩 都可以買這張Branden卡 價錢是餘下 這個價錢包含交通費 因為柏林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有很多的景點 所以這一堆全部都包含 可以不用想 直接去很多不同的景點看 都可以想過 如果大家喜歡走博物館 這個是紅綠燈公仔 紅燈 綠燈 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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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身後面這個 我們保持一個沉重一點的心情 就是一個祝福 去一些被殺了的猶太人的紀念區 這裡好像一個迷宮 很多字高高得低的柱 下面還有一個地下的資料館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裏有2710條柱 我進來的時候 記得大家要跟緊 因為好像一個迷宮 完全不知道大家去了哪裡 在地底有一個免費參觀的展覽廳 說實話 當年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預計有5.4至600萬的猶太人被殺害 看完心情其實都很沉重 譬如這間房間 會有展示到一些猶太人被迫害的時候 的一些留下的信件或訊息 我看到以前的柏林圍場就在這裏 這個照片是1986年 來到這個這麼宏偉的大樓 就是德國的國會大樓 這個大樓的後面有一個 波形的物體 可以上去看柏林的事件 波上不用錢 但剛才我看 就要整個月之前約定票 因為我這次沒了點計劃 所以就沒有預訂票了 到這一邊就是 一條河 叫River Spree S-P-R-E-E 後面這一個就是圖書館 你會看到西柏林和東柏林的建築差很遠 西柏林這裡新穎很多 摩登很多 東柏林今早看的東邊畫廊 明顯建築比較平實 很明顯是歷史大陸的分別 HELLO 來到最後的一個景點 後面這個叫Checkpoint Charlie Checkpoint Charlie Charlie是C Checkpoint C 其實還有Checkpoint A和B 但這個位置比較靠近市中心 比較容易去到 所以就保存得比較好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 US Army Checkpoint 就是被人穿過東西柏林 千萬不要學他們 站在路中心 Checkpoint 裡面就是這樣 以前應該是有一個展覽仔的 但現在是沒有再經驗的 這裡還有一個博物館 叫Checkpoint Charlie Museum 有興趣可以進去看看 The next day 今天第一個行程就是 上去看柏林的全景 這裡是一個 應該沒有那麼出名的位置 叫做Paranormal Park 就是在Postama Plus旁邊 其實一上來的站已經是 它只要9歐 因為我們昨天去的電視塔 就要約20多歐 這裡就是一個比較相宜的選擇 另外一邊可以360度看完柏林的全景 先教我們這一套 來這間Cafe 這間Cafe 都很值得來的 因為它沿著窗邊 全部都是可以在柏林 這個景色旁邊 去吃蛋糕 喝咖啡 喝啤酒 所以非常鼓勵大家上來 而且人流不算多 你看到還有一些急位 所以 可以來一試 價錢稍微貴一點 好像咖啡4-5歐 那很正常的 貴一點點 但是這個景色 而且不用跟別人逼 就 是隱世Cafe 柏林 全景隱世Cafe 好像沒有太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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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難拍得到全景 你看到眼睛就看到 但是拍就拍不到 其實Postama Plus 即是這一棟東西 這個位置 它都經歷過很多歷史的變遷 即是在18世紀 當時的國王 在大興土木 發展很多 整個市中心的地段 有很多餐廳 娛樂 車 電車 電車 火車 諸如此類 發展得很好 多人之後 經過疑似世界大戰 基本上是二維平地 然後到1993年左右 政府就說我們要重建整個廣場 去逛逛光輝 最有名的就是八角形的建築 我放上去 因為這裡拍不到 就在我這裡後面 而且當時這個位置正正是 東柏林和西柏林 就是柏林圍牆的分界線 所以變成兩邊城市的一個邊皮 所以很多東西都塌了 打仗都塌了 很多荒廢的地 所以這裏很多建築物 都是大概20年的歷史 1950年 1974年 西德就放了這個 應該是這個 就是給對面看 是的 25m above the bion 30m wide 然後東德就叫做 Beacon of Lies 神經病 剛才忘了說 這個電梯是全歐洲最快的電梯 我們來到一個比較冷門的景點 就是這個Olympia Station 就是1936年柏林奧運的主場館 這裏也挺方便的 因為你搭乘U班 即是U的車或S班 都來得到的 但是去的站是兩個不同的站 這個位置就是整個柏林 差不多最西邊了 所以來的時候都要 約半個小時至大半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我們現在出發 沒有人的今天 這裏很大的家 說廢話 這裏整個公園其實很大 這個主場館我們在門口 上面還有一些泳池 小一點的足球場 一些籃球場 公園 有一個Hockey Stadium 很大的公園 這場館就是這個 稍後再介紹 這場館是Herva BSC的主場 即是哈法柏林的主場 還有今年正值在德國打 這場館一定會成為其中一個主場館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一定 為甚麼不是一定呢 因為它夠大 因為它夠大 可以容納到7萬6千人 這場館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1 2 3 好像掌門人的懲罰 應該是給輪椅坐的前面 有輪椅位 這裡可以全部退後一架 輪椅可以在前面 如果沒有就坐回這裡 就可以前一點 還有這裡就是今年Euro2024的決賽場地 這裡隔壁就是VIP Box 這裡有一個展版 就是1936年 就是希特拉宣布奧運會的開始 這裡有些照片 它站在VIP Box上 穿著軍裝衣服 還有它跟運動員握手的一樣 還有呢 這也有歷史意義 非常有歷史意義 這裡有幾塊很大的石碑 印了當年1936年奧運的日期 誰舉辦公司 不是 Organization Committee 還有黑到那些 拿到金牌的人的名字 你會看到 比如說孫明 100米 200米 這個應該是男人 還有當時有40多個國家參賽 但最後拿到獎牌只有12個國家 當時也有100多項的項目 還有這些石 應該都是當時 1936年初起的時候 就是用這些石來建 應該沒有翻新過的 但這裡最美的一定是上面的天幕 非常漂亮的一個天幕 剛才Google有3500噸重的 這個整個天幕 還有這裡也保留了火具 放在這裡 而且很近距離 如果有人進來看 就可以跳上去摸 就看到沒有那個 那個盆子 不是嗎 是旁邊的 但下面有一個位置坐 下面是Ti Club 這邊就是泳池和跳水比賽的區域 現在看到很好 還保持著有人用 也保持得很好 蓋上這邊就是看台 你會看到一些石和石級在那邊 這個就是跳台 三米彈板 然後十米在上面 這裡有一個板 列了這麼多年 德國足球聯賽的決賽結果 去年就是這個 萊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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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0 6月3號 還有一些著名的足球員 足球員 足球員 腳印也有 手印也有 這個沒有留色 拉雲道司機 利雲道夫司機 我明明我不看足球 真的假的 德國的腳不是很大嗎 足球員應該很多 差幾個馬 我發現我都蠻喜歡看這些奧運的場館和場地 因為你可以幻想一下當年的景況 好消息就是我們7月會去巴黎看奧運 是我第一次親身去看奧運 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那些氣氛 想看一些現場的實況 記得訂閱一下7月 這個頻道一定會有更新的 這個頻道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留言 分享 拜拜